选择一个好用的影片剪辑软体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仅能够让我们制作出更好的影片 同时也能够提高我们影片制作效率 有很多观众都会问我 作为新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剪辑软体 是最适合新手上手的 并且是经济实惠的 我比较了现在在市场上 大家常用的几款剪辑软体 最后我决定在这期影片 推荐给大家Filmora11 这款我认为最适合新手的影片剪辑软体 主要有五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经济实惠 你只需要花其他剪辑软体三分之一的价钱 就能够终身使用这款软体 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可以在Mac和Windows系统都能够使用 第三个原因就是 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非常多关于Filmora的教程 就让你学到更多关于Filmora影片剪辑技巧 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操作十分简单 即使是零经验的新手 也能够非常快速的上手 第一个原因就是 Filmora现在已经包含了非常多高级的功能 并且也在一直加入更多高级的功能 这样就可以让你制作出更加专业的影片 今天这期影片是Filmora11的完整新手教权 我会介绍给你Filmora最新的界面 同时会介绍给你 在影片剪辑的时候 你会用到的所有功能 在你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你就能够学会用Filmora去剪辑一部YouTube影片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朋友 我是Grayson 我想通过YouTube频道 在我网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 说你去免费了 接着把朋友想要让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 经营YouTube频道选用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Filmora 大家可以通过朋友去链接 去进入到这个页面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Windows版本 还是Mac版本 你可以免费下载 大家可以免费下载无线试用Filmora 免费的版本性的就是 有一些高级的功能需要你购买 并且当你导出影片之后 会带有Filmora的血印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可以用免费的版本 去尝试一下 看看Filmora是否适合你使用 下游戏打开了Filmora 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创建新的项目 也可以查看你最近的项目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选择它长完比例 有16比9 1比1 9比16 4比3 21比9 你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比例 这就可以让你创建新的项目 然后你可以打开项目 这里下会有些使用的工具 首先第一个工具就是 你可以录制屏幕 然后第二个就是 AutoRefram 就可以自动的调整尺寸 例如我现在导漏一部影片 我可以调整它尺寸 例如调整成1比1 像它的长完比就1比1 我也可以调整成9比16 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方便的 第三个工具就是 Instant Cutter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剪辑片段 或加入一个片段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创建新的项目 第四个工具就是 Ai-Styleizer 这个工具就是 可以快速的影片交出效果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效果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 Fimora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界面里面 总共有三大部分 首先在左边 就是媒体功能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选项 首先第一个选项 就是我的媒体 这里就会有你的媒体 你分享的媒体 然后一些颜色样式 它也提供给你一些影片素材 还有些提供给你一些绿幕素材 第二个选项就是 媒体酷 这里有提供很多GIF素材 然后有Pizza Bay的影片素材 还有提供 Unsplush的免费无版权图片 所以在Fimora里面 就提供非常多的素材 各种选择 这点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音频 这里会提供给你 非常多类别的音频 包括音乐 然后就是标题 这里会提供给你 非常多标题动画 接下来就是转场 这里会提供给你 非常多的转场 然后就是效果 还有提供给你 非常多的元素 最后一个就是 分割屏幕 在之后我也会教大家 如果使用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这次你就可以导入你的影片 你可以拖入你的影片 或是可以点击 选这里也可以让你导入 然后这里也可以让你录制 你可以录制你的屏幕 或者录制你的声音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右边就是预览区 你可以预览你的影片 然后下方就是时间线 也是你的剪辑区 你大部分的剪辑操作 都在这里 接下来我可以导入一段影片 比如现在 我就导入一段影片 我可以把它拖入到我时间线里面 这我发现 我的预览区 它的区域比较大 但是我的剪辑区 它的区域比较小 所以我需要扩大一下剪辑区 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当我们把鼠标移动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鼠标变成了这个样式 就代表我们可以拖动 我可以往上拖 像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的剪辑区变大了 然后我的预览区缩小了 同样在这里 也可以拖动 这样我的媒体功能区就变大了 像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导入一段影片之后 我的预览区 就会显示这段影片 然后可以在这里选择播放 如果你觉得 在你预览的时候 它的播放速度非常慢 就可以调整预览画面的画质 这里它显示的是完整的画质 你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说1分之1的画质 1分之1的画质 或者是1分之1的画质 然后在播放的时候 你电脑运行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这个就是预览的设置 然后这个可以让你截图 这里可以调整音量 最后一个就可以让你进行全面显示 接着我们再回到我们剪辑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每个空格就是影片的每一帧 我想更加了解影片里面的细节 你可以在这里做调整 就是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这个影片片段里面更加详细的细节 然后这个红色的线就是时间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影片的标志 就代表这是视频轨道 在这里有个音乐的标志 就代表这是一个音频轨道 你可以再添加多个音频或视频轨道 有不同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选择这个加号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加入视频还是音频 如果选择加入视频轨道 这样我就添加了一个视频轨道 我可以再选择 再添加一个音频轨道 现在我添加了一个音频轨道 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直接拖拽 比如说我拖拽这个影片到我剪辑区里面 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剪辑区里面又增加了一个视频轨道 我还可以再添加一个 现在总共我只有三个视频轨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还要两个标志 一个是眼睛的标志 如果你点击了这个眼睛标志 就代表你要隐藏这个轨道 例如我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轨道就被隐藏了 我只能看到这个轨道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当有很多层影片叠在一起的时候 它只会看到最上层的影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锁的标志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锁的功能 就代表你不能移动里面的任何素材 接下来我教大家 如果在F1里面进行剪辑 我可以看到这有个红色的时间轴 你可以移动这个时间轴 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例如我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有个剪刀的标志 你可以点击一下 或者是说你可以点击这个剪刀标志 也可以进行剪辑 然后你移动到另外一个时间点 例如我移动到这里 剪辑的快捷键是 CMENT或者Ctrl加B 像我的这一段影片素材 就被分割了三个部分 你可以删去你不想要的部分 例如可以删掉这个部分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删除键 这样我的这段影片素材就被删除了 还有一个更快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移动影片素材的头尾 如果选择这段影片 我可以移动它的头部 我可以移动它的尾部 这样我可以快速删除掉不需要的部分 如果你要调整一下影片片段位置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挪动 融入到你想要的位置 如果你想要回到之前操作 你可以选择这里 返回上面部操作 或者你可以按住CMENT或者Ctrl加Z 这就是基本的Fumura影片剪辑操作 接下来我会教大家如果加入转场 我可以在上面找到转场 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影片转场 我们可以双击预览一下 如果我想选择这个影片转场 我可以把它拖录到这个影片中间 像我的这两个影片片段 就被加入了转场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如果想要调整一下转场的持续时间 你可以选择这个转场 然后拖动它的头部 这样就可以缩短它的持续时间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转场速度就快很多 你也可以双击这个转场 你可以进行更细节的设置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果加入一个标题动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题 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标题动画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动画 你可以双击预览一下 如果可以选择这个标题动画 我可以透露到我的画面里面 我可以先来播放一下 然后可以双击这个标题动画进行修改 我可以调整它的字型 我也可以调整它的自己大小 然后这里可以修改它的文字信息 这里修改的是这个文字 如果想要修改这个文字 你可以双击一下 这里就可以让你修改这部分文字 然后你可以修改一下文字的颜色 文字的间距等等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果加入影片的效果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效果选项 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双击预览 例如我选择这个 我可以把它拖录到我画面里面 像我这个影片就被交入了一个效果 然后我可以加入一些元素 我们点击这个元素选项 例如我加入一个星形的元素 我直接把它拖录到我画面里面 像我影片里面就被交入一个星形元素 我可以双击 我可以做出一些设置 例如我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在这里可以选择旋转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果加入图片 例如现在我加入一个图片 我可以直接拖拽到我画面里面 现在我影片里面就加入了一张图片 我可以双击 我可以进行调整 我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也可以进行旋转 接下来我可以尝试一下分割屏幕的效果 我们点击分割屏幕 这里会有不同的模板 例如我选择这个模板 我可以双击下载 然后我拖录到我简单区里面 例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三个部分 你可以放入三部影片 首先我加入第一部影片 现在我成功的加入了第一部影片 然后加入第二部影片 现在我加入了第二部影片 现在我也加入了第三部影片 这样就做成一个分割屏幕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上角还有一个功能 首先这个就是采切 这就可以让你采切一下画面 例如可以挪动这里 这样就代表我只保留这块部分 然后可以选择OK 这样就可以发现 我刚才影片片段就变成这个部分 如果想要取消 你可以选在这里返回 在采切功能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平衡缩放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长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外面的红色区域 就代表你起始点 这蓝色区域 就代表你的终点 这就是位置 你的画面 会从这个部分 慢慢移动到这个部分 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就是有一种画面慢慢集中的感觉 这两个框 你也可以进行调整 你可以把它变大 龙头的位置 然后这红色的框也可以进行调整 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 下一个就是高级颜色功能 这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调整颜色 这里会有不同的预设 供你选择 你可以手动调整一下画面颜色 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调整 如果想具体了解 Firmware如果调色 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部影片 接下来这个就是去绿幕的功能 像我准备了一个绿幕 我选了这个功能 然后需要打开这个Chroma Key 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绿幕就被去除掉了 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Motion Tracking 就是可以进行动态追踪 像我准备了好一个素材 然后选了这里动态追踪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框 会让你选择你要追踪对象 我就选择追踪这个对象 然后选择开始追踪 然后现在我可以加入一个文字 我选择这个标题 然后选择这个文字 会更改这个信息 像我准备好了文字 然后回到动态追踪页面 然后选择这个 刚才我加入的文字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文字是随着我对象一直移动的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Custom Animation 就可以让你进行一些动画设置 如果选择预设 你可以录到你的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就是剪辑 你可以对你视频进行调整 例如第一个Transform 就可以让你进行旋转 或者是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 你可以调整它的混合模式 然后调整它的透明度 然后可以对我们的音频进行调整 例如这个就是缓慢进入 这个就是缓慢弹出 这个就是调整你音频的音调 如果你选择最大值 那么这个音调就是非常高 如果你想要调整音量 你可以找到这条线 就会发现你的鼠标变成这个样式 你可以往下移 就是把音量变低 或者你往上移 就是把音量变高 如果你想让你的视频和音频进行分离 你可以右键 然后选择这个DETACH AUDIO 这样的视频和音频就会分开 在你剪辑好之后 你可以选择这里Export 就可以导出你的影片 你可以选择你影片的格式 例如说MP4格式 然后更改你影片的名称 然后选择你要存储的位置 然后这里有更详细的设定 你可以做出一些其他设定 所有都调整好之后 你可以选择这个Export 就可以导出你的文件 如果你还没有选好影片解决软体 或是说你现在使用的解决软体 并不适合自己 想更换其他软体 我希望大家都能去尝试Firmware 11 如果你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还能了解 更多关于Firmware教程 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个赞 如果还能了解 更多关于YouTube 影片剪辑的内容 欢迎点到我频道 记得把朋友的小铃铛打开 如果还能够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栏 也可以找到很多 进入非常小工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